現在其實我很緊張 不要緊張 不要 我跟你講 聽說你瘋麥的嘛 對不對 在七年前的這個片段 將會驚喜現身 天王周杰倫的演唱會 至今都是非常經典 那時候的二姐開心點歌 完全看不出來 正在抗癌 不該 不該 太厲害了 有了 不該OK吧 甚至隔了一年 還去看了周董的澳門演唱會 合唱道香 每次開金嗓都讓人驚艷 去年還是派出與江慧的碳班合照 但他卻無預警透露自己 2015年就離癌 而周董也回應早就知道 兩人最後一次公開銅框 就在6月 周董通過唱片公司回應 其實他之前就知道二姐生病的事 並祝福二姐平安健康 每天都開心 期待他再次展現天賴歌喉 好友方文玲也從一開始就默默陪伴 還有像是曾經擔任江慧演唱會嘉賓 甚至去年有一起撕約唱歌的王力宏 也回應到很高興聽到二姐康復的好消息 願未來每一天都充滿健康快樂 繼續散發光芒與才華 現在的申請狀況 可以在10月5號登上我們國慶晚會在大巨蛋 台北市長蔣萬安也真誠祝福他一切平安健康 希望國慶晚會能順利在大巨蛋開場 大家不論知不知道病情都尊重他的選擇 也是成為最強後盾 TVBS新聞零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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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準備好燙發光芒 並封著頭尿 中尿 中尿